接下来是国际现场时间 我们就要把更多时间内容交给韩宇 大家午安一起来关心大陆四川甘孜鲁定县 在今天中午12点52分发生了规模6.8的地震 震源深度16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那么在发生当时成都以及重庆市震感都非常非常强烈 所幸目前没有任何的伤亡传出 一起来听大陆央视的官方报道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12时52分 在四川甘孜州鲁定县发生6.8级地震 震源深度16千米 震中位于北纬29.59度 东京102.08度 据了解震中距鲁定县39公里 距康定是47公里 根据大陆网友影片的显示 地震导致了部分山坡有大片的土石滑落 也有建筑物部分请到民众拍摄地震 发生当时家中的吊针是摇晃得非常强烈 手机警报更是零响大作 那么根据卢定县在青藏高原 向四川盆地过渡带 属于川藏的交通必经之地 那被誉为甘孜州的东大门 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区 接着关注台风薛兰诺在远离台湾后的动向 薛兰诺目前正在影响大陆东部沿海 包括浙江 江苏以及上海 那么根据报导 薛兰诺的强风豪雨 在通过日本 台湾和大陆后 很有可能会成为史上 侵袭南韩的最强台风 一向来听XNN的报导 薛兰诺转为强台后呢 预计在明天也就是9月6号 进行南韩 冀州岛目前是首当其冲 降下豪雨 那么估计到明天为止 最大的降雨量将来到400毫米 那欧洲波罗的海在4号 发生一起离奇的空难 一架在有4人的私人飞机 在偏离原定的航道之后 与塔台失去联系 包括北约 德国和丹麦 都派出战机来寻找这架小客机 但是呢 没有想到这架小飞机的驾驶舱 根本就没有人 且随后失去高度和速度 在波罗的海坠毁 那么在画面中呢 可以看到这架飞机 在坠落前的轨迹 那根据路透报导呢 飞机在原定飞往德国科隆 在偏离航道后失联 目前瑞典海事局正在搜救 尽管小飞机的残骸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生还者 或者是遗体 那继续关注俄乌战争 导致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 乌克兰第一夫人欧莲娜 她在受到专访的时候 表示呢 她知道俄乌战争 造成全球的能源飙涨 让英国人民苦不开言 但是呢 她也表示 请大家不要忘记 英国人民在数钱的时候 然后乌克兰人数的不是钱 而是尸体 直播剧 We will of course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s very tough but let me recall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it's still with us when there were price hikes ukraine is affected as well the prices are going up in ukraine as well but in addition our people get killed so when you start counting pennies on your bank account or in your pocket we do the same and count our casualties 其实欧联纳由此发言 是因为英国首相强森 曾经在访问基辅的时候提到了 欧洲家庭跟乌克兰一样 必须承受战争所带来的高成本生活 以及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而在访问中 欧联纳也呼吁全球继续重视战争 带来的人道危机 说到英国 我们接着关心英国下一任首相 到底会由现任的外交大臣特拉斯 还是前财政部长苏纳克当家呢 英国面对通膨创40年新高 两边政见又是如何 特拉斯呢 他主张了三个方面 包括支持家庭和企业 解决生活成本的危机 祭出了300英镑 透过减税让经济成长等等的 总体而言呢 特拉斯他是力推减税 认为减税可以带动经济成长 希望以高收入经济 高经济成长 低税收为前景 那么对比特拉斯力推减税呢 苏纳克他则是控制通膨 是为首要任务 那他认为呢 在无法控制通膨的情况下 实施减税 只会加剧通膨 让物价持续飙涨 那么苏纳克更批特拉斯 他力推减税 简直就是盲目 那并表示呢 他认为自己宁愿会捍卫自己的 对英国有利的政策 也不愿意给予 无法兑现的承诺来获得胜利 那么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呢 特拉斯目前是以59%的支持度 高于苏纳克的32% 不过呢 有不同的报导也提出了这一项分析 表示呢 只有12%的英国人认为 特拉斯会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52%的人呢 认为他会是一个很差的首相 那么现任首相强森 他的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首先呢 他的第一步就是在选出新任首相后 到女王目前所在的苏格兰 向女王请辞 那么有别于以往在白金汉宫举行 是因为考虑到女王现在的健康因素 而新任首相呢 他们也将比照办理 前往苏格兰举行首相任命仪式 至于谁将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呢 答案将在台湾时间5号 也就是今天晚上揭晓 电费账单金额高的吓人 英国国家统计局指出 英国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从6月的9.4%上升至10.1% 通膨率创下40年新高 专家预言部分英国家庭 未来恐怕得支付一年6000英镑 约新台币21.4万元的电费 比过往多出12万 如何解决经济危机 成了下任首相当务之急 特拉斯承诺将确保英国冬季 点加稳定 特拉斯主张透过减税 来解决经济问题 而他的对手前财政大臣 苏纳克则强调 将回归传统的保守经济价值观 认为通膨时承诺减税 只是统话般的谎言 别忘了 当时资金额会来 接下来的冬季 现任首相强僧留下的经济烂摊子 必须交由接班人收拾 但英国面临的不只是通膨危机 经济衰退停滞不前 尽管不是史上首例 但让前殖民地印度超车 还是极为难堪 印度首艘本土自制航母 维克兰塔号9月2号正式服役 印度总理莫迪出席盛大交付仪式 但其实不止军力扩张 根据彭博社报导 英国经济规模 已不及过去的殖民地印度 退居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印度紧落后美中日得排名第五 英国新任首相上任后 马上就得面临许多棘手问题 但是根据英国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新首相是否能称职 其实抱持相当怀疑的态度 记者蔡新城报导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增强 抗担能力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